霍思燕,不会让恩恒变成留守儿童的,她需要一个全新的开始。 妈妈是超人3结束后还是有很多的人表示舍不得恩恒的,真的是太可爱了,希望能够以后她能够多亮相这样的综艺,很是圈粉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霍思燕却是决定要让恩恒在别娱乐圈了。 她表示以后恩恒公开亮相的部分可能会非常的减少了,希望她能够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能够回到学校里面好好的学习。 这算是霍思燕给恩恒下令了吗?以后就只管在学校好好学习了,你不是明星了。 我们知道从爸爸去哪儿到妈妈是超人恩恒都是和爸妈待在一起的,如果以后恩恒不在圈内亮相,霍思燕和杜江又忙,那么陪伴孩子的时间就相对的少很多了,恩恒会不会变成留守儿童呢? 霍思燕表示那肯定是不会的,不管怎么样自己和杜江都依然会疼她爱她陪伴她。 其实这大概也是霍思燕一直到了恩恒人气这样高涨背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了吧,本就是该好好学习的年纪,频繁这样亮相,对小孩的心理成长没有多大的好处,容易膨胀。 这一点霍思念这次决定让恩恒全新的回到学校也算是学习了黄胜仪了,虽然黄胜仪是没能够好好的陪伴孩子失职了,但是此前安迪基本都没有在圈内亮相过,在节目中也看到了安迪的高智商和学习力很棒。 本来霍思燕的人气并不是很高,老公杜江也是差不多一样,但是自从带了恩恒参加了爸爸回来了,父子俩的人气是暴涨,特别是恩恒,超级圈粉,后面低爸爸去哪儿,妈妈是超人三综艺。 更是让这一家子迅速到了热搜高峰,或思燕被宠成了小公主,杜江在众人眼里是贴心好男人,恩恒就更加不用说了。 有人说这是杜江夫妇借助恩恒狂圈粉啊,现在差不多了,也是该让恩恒回到他这个年纪该有的生活了。 在霍思燕度将教育得当的情况下,恩恒成了一个高晴商的小暖男,但是这个年纪智商也是不能落下的啊,学习才是第一位的。 你们怎么看待霍思燕度将的做法?以后很少能看见恩恒了,会想他吗?